韓國 你好 你好 講一下今天獲得什麼獎和獎感受 今天是參加KKBOX的風雲榜 第一次獲得KKBOX的年度風雲歌手 所以自己都很開心 亦都很期待這個表演 今天有什麼單位的組合? 你身上期望嗎? 現在外面在唱Crash 真的很喜歡他們 而且他們都唱了我最喜歡他們的那首 Wish you wanna play life 很開心 聽到這個Live 有沒有機會每天都可以搭遊 都好 做完這個訪問應該他們剛剛下來 時間剛剛好 計好了 之前沒見過 之前沒見過 不過知道是同公司 應該有機會 你爭取吧 我會爭取一下 因為都真的覺得很欣賞他們 你自己可以唱這首歌 即是有些東西在手上成功錄影 成功錄影 成功錄影 其實是可以這樣嘗試一下 是的 但是今天是唱了幾首歌? 唱了三首歌 是哪首歌? 是哪首歌? 唱《死記硬背》 《死記硬背》 《死記硬背》 《死記硬背》了 基本上上一個頒獎禮 完了就 因為上一次又是唱日文歌 一完了我就馬上每天都只聽這首歌 但剛才第一段都有唱錯了歌詞 這個令我耿耿於懷很久 即是我是已經唱到滾瓜爛熟了 其實但上到台 都會有少少這些不能預測的狀況發生 即是很對不起各位 對 《終極的巨人》的粉絲 為何選擇這首歌? 因為導演想我選一首日本動漫的歌曲 當時我一聽到就有兩個選擇 我當然選一些我有看過 你現在看了一首歌嗎? 是的 我最近就是因為知道要唱《終極的巨人》這首《惡魔之子》 我最近又再回看《巨人》 我今天真的看到最後一集 時間剛剛好 我上台唱的時候我都很激動 我想起這個故事 還有今次我這三首歌 其實都是 我一會再找他們拍照 還有今次這三首歌 《窮人的場味》就是講戰爭 然後《巨人》這個動漫都是講戰爭 還有我覺得它的出發點很好 很令人反思 我很推薦大家去看的原因是 它好像沒有絕對正義的一方 每一個邪惡的念頭的背後 都有他們想保護的人 令到我覺得很感動 今天再上台唱《惡魔之子》的時候 其實自己的內心很激動 最後再用我自己的《以正義之名》去作結 其實我覺得這三首歌是有一個串連的 所以我連服裝都搭了 你的肌肉有沒有在? 肌肉? 最近逐漸流失 我會努力 所以 我的英文都不好 我想先搞好英文 你現在死背難背應該很出名 對啊 我不知道 但是真的 這個過程 其實都 學這首歌的過程 都是 由這首歌放慢到0.5倍 0.75倍 去到教一倍速 我可以追得到 慢慢一步一步 去到 下一步就是消化 它的歌詞講什麼 然後怎樣用自己的語氣 其實做了很多功課 所以才覺得今天表現得不夠好 有一點可惜 所以希望有機會 我再在自己的 可能自己的其他表演中再唱 我那句很熟 對 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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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真的懂得日文 應該 其實澄清翻 你是不懂日文 澄清翻就是 真的死幾個人背回來的 但是背背下 開始就發覺 其實 它很多都 它很多音其實 跟廣東話都有點像 譬如正義 Seki 你也懂 我這樣去背一首歌 我都學到一些東西 有很多日本的粉絲 應該 應該 不知道 希望下一次再繼續努力 是的 你有這個計劃嗎 是的 是有這個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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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有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然後 好像很久以前 還是獨立歌手的時候 就試過在澳門的一些café 有一支結他 去到有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這個7月小型音樂會是solo的嗎 solo的 是的 所以 所以 接下來就會先籌備這個音樂會 這樣 會不會遲些 就是澳門的concept會 在澳門那裡再出 嗯 就是Exactivity的巡遊 嗯 都跟公司有這個計劃 那就希望 如果可以公佈詳情 再告訴大家 是 是 好 好 謝謝 謝謝